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教大家做椰菜花扒烤雞 現在比較健康 把椰菜花當成飯 我這次的想法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做了椰菜花扒烤雞 首先我們要處理去醃椰菜花的材料 都是高麵粉 首先是黑胡椒粉 蒜鹽 紅椒粉 然後是茄子 混合了粉之後 可以處理椰菜花 看到我手指指這幾個位置 可以割掉葉子 然後撕掉葉子 就可以在上面再切椰菜花 因為椰菜花 有時候整個很硬 比較難著手 我都會先切底的葉子 在上面再炆 因為炆它的話 它也很硬 未必可以像生菜那樣 咬得斷 或者中間可能還會留一個硬的底 然後我就會一塊塊這樣切 你可以切厚一點 因為它的組織都比較鬆散 如果你切得太薄的話 它會爛掉 大概一個椰菜花可以切到 兩至三塊扒狀的圓形 其他的話 是碎的 我都要放進去焗 然後就首先在一邊 先塗上橄欖油 然後就拿剛才那個 混合好的粉 灑在表面 我們灑好一邊之後 散回另一邊 都塗上橄欖油 然後就再灑上粉 把雞扒都洗乾淨 然後把雞扒都洗乾淨 然後把雞扒都洗乾淨 我會把它切成小小 比較容易吃一點 然後醃它 我們會拿橄欖油 然後就是黑胡椒粉 蒜鹽 紅椒粉 Oregano 和Rosemary 這幾個材料 和剛才的椰椰菜花是差不多 我覺得 如果你說 會不會沒有了哪些 不可以 不要緊 也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家裡 剛好沒有了哪些 你可以不要放 但是太多樣 就不可以了 那就償量了 加好之後 就和雞肉拌勻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在焗館裡 去焗 我很多時候去焗肉 我都喜歡放一些菜 在底下 例如西蘭花 蠻茫白 或者是薯仔 因為它們會吸收的味道 就會很好吃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 放進焗爐 焗它200度 30分鐘 然後就可以出爐吃 好了 這次的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謝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